大家好,我是小韩,欢迎来到明寒时宜 平时,没事的时候,我们要多吃五白食物 尤其是五白汤 它的营养真的是非常的丰富 堪称女人宝 那何为五白呢?很多人都不知道 五白就是指山药、莲藕、蓄梨、百合、莲子 这五种食材混合在一起,被称为五白 那今天,就用这五种食材 给大家分享一道非常简单的汤品 常吃,身体备伴 做法特别的简单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一把干白盒 大约50克,放入碗中 加入50度左右的温开水 放一边,给它浸泡软 再准备一把莲子,约100克,放入碗中 加入温水 放一旁,浸泡半个小时左右 这样更容易熬煮 接着,准备一根山药 把山药皮去掉 山药的营养价值呢 不用多说,相信大家都是知道的 平时,它的吃法多种多样 可以按照自己的喜欢 来做不同样的美食哦 皮去掉之后,给它切成滚刀块 装入碗中 盖上保鲜膜,防止氧化 放一边备用 跟着准备一节莲藕 切掉两头 再把莲藕皮去掉 然后对半切开 再改刀切成小块 装入碗中 加入清水 加入清水 加一勺白醋 给它淘洗淘洗 这样莲藕才不会氧化 捞出来 装入盘中 跟着准备一个雪梨把皮去掉 雪梨呢被称为白果之棕 营养成分非常的高 是水果也是蔬菜 可以生吃也可以熟吃 经常适量吃对身体呢 也是有很多的好处的 皮去掉之后改刀切成四份 再把果盒去掉 然后切成小块 装入盘中 盖上保鲜母防止氧化 接着准备几粒红枣放入碗中 加入清水 加一勺面粉 抓拌均匀 用面粉来抓洗红枣 可以把红枣上面的脏东西 更好的抓洗出来 红枣在采摘的过程中 难免会掉落在地上 粘到泥土 脏东西之类的 所以我们要好好的 像饰品中这样搓洗搓洗 这样才洗得更干净 搓洗两三分钟的时间 捞出来放入另外一盆清水中 给它淘洗干净 装入盘中 半个小时的时间 看看这个百合已经完全泡软 给它抓洗抓洗 放入另一盆清水中 继续清洗一下 再捞出来 装入盘中 再把浸泡好的帘子 把里面的芯给它去掉 这样吃起来就不会发苦 朋友们 视频都看到这了 请用您发财的小手 给我点个赞 帮忙转发一下吧 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非常的感谢 处理好之后 给它淘洗干净就行 装入盘中 接下来 接下来准备一个砂锅 倒入雪梨 山药 年藕 百合 莲子 红枣 放两块黄冰糖 加入纯净水 水的量呢 一次性给它加够 烧开后炖一个小时 大约50分钟左右的时间 准备适量的汤圆 加入清水 把汤圆 用清水给它浸泡一分钟 这样煮出来的汤圆 不会浑汤 捞出来 直接放入锅里面 煮两分钟 把汤圆煮至漂浮起来 像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的汤圆 就已经熟了 一锅简单又营养的 五白汤就做好了 每种食材的清香味 扑鼻而来 好吃又美味 今天的汤圆呢 是花生馅料的 吃起来呢 特别的香甜 软糯 里面的莲藕 山药 莲子 百合 雪梨 等食材也是香甜软糯的 真的是特别的好吃 再加上红枣 营养呢 更加的全面 平时 大鱼大肉的吃腻了 这样埋上一锅 非常的解腻又好喝 而且 经常适量的这样吃 对身体呢 比较好 您可以试试哦 饱腹感很强的 不用单独做饭吃都可以 好了 今天的家常美食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美食视频 对你有帮助的话 就收藏起来 给我点个关注吧 我是小韩 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 对我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